为了给辛苦的母亲加油打气 并且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市议员黄香淑发起代课送康乃馨的活动 亲自送话到民众家中给妈妈们一个惊喜 大家收到后满是笑容 谢谢议员的用心 也感动小孩如此贴心 亲切的问候 市议员黄香淑拿着大把康乃馨出现在民众家中 大家又惊又喜收下这份温暖的母亲节礼物 我们收到你的小朋友的委托 谢谢 说因为母亲节到了 所以要来特别送上一朵康乃馨给你 祝你母亲节快乐 在母亲节前夕是议员黄香淑 发起只要留言私讯给她 就帮你亲手传爱给妈妈的活动 她骑着摩托车沿着大街小巷送爱 期望可以透过小小的行动 让大家一起重视这个重要的母亲节 那干脆我来办一个活动 就是相熟帮你送花到你家 因为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城市 因为我们算是比较大都市的地方 那大家都平常工作都很忙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跟妈妈或者是老婆去送到花 那我就想说那我干脆我就来做这一个幸福的送货员 受到康乃馨的妈妈们都笑得好开心 因为就是孩子们要送给妈妈的惊喜 看见大家脸上的笑容 这名议员的代课宋康乃馨相当成功 想说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想说妈妈辛苦了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对很幸福 还有今年很特别的礼物 谢谢黄议员 今年第一次收到的母亲节 康乃馨花 第一支 第一支 第一支花 就算只是简单的一朵花 妈妈们收到还是非常感动 大家在母亲节之际 也别定于对妈妈说一句 我爱你 港东新闻张世民洪静怡 采访报导 大家在搜紧唱售 deer